國內三級警戒已長達將近兩個月 是否能在7月12日解封 成為國人討論的話題 根據最新消息指出 部分產業也擬先鬆綁管制 醫師蘇偉碩接受中時新聞網專訪表示 餐廳及電影院若以微解封的方式 開放三成至五成的消費者 疫情未因微解封而導致確診案例增加 才有可能陸續解封其他的各行各業 有一種做法是說 台北、新北維持三級警戒 其他像南部長期比較久都已經臨確診的縣市 先解除然後恢復到二級警戒 不過我想指揮中心很清楚 全台其實是同一個生活圈 如果你只把高雄屏東降到二級警戒 因為跟雙北的人流還是非常頻繁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說 在我們台灣本島有任何一個限制解封 那其他限制在維持三級警戒 這個對疫情是它沒有實質的幫助 但是三級警戒繼續下去 的確又影響到一些很重要的民生經濟 那我個人會主張要務實地去做這樣的逐步 調整型的解封 那這樣比較能夠兼顧疫情跟我們的民生經濟 我覺得比較適合的方式是 就是現在俗稱叫做微解封 就是叫做逐步或者是分項解封的方式 比如說目前就是大概有很多的縣市 夜市其實就已經開始營業 那就是但是還是縣市只能外帶 但是有一些部分的餐廳可能未來 那隨著疫情慢慢 如果說疫情沒有因為這樣子的部分內用的開放 而大量的確診案例一下子出來 那我們就慢慢再把它開放到八成 甚至最後就內用完全解封的情形 這具感染的清理其實還是可以做 像剛剛的這些微解封 有些人說我一解封是不是就會社區大爆發 其實經過這一次的疫情我們有一個地方非常不一樣 就是我們有大量PCR篩檢的能力才終於建立 雖然我們已經呼籲了一年多 但是在這一次疫情大爆發之前 我們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就一個小社區去做補塞的 那現在不管是新北台北 那甚至像彰化高雄 應該都已經具備這樣的 就是說如果一個小社區一棟大樓 它這個爆發一個小群聚 那整棟大樓的人 就給它請過來補塞 這個我們在技術上 在六月中已經達到這樣的能力了 但是在六月中之前是沒有辦法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對解封是很害怕 那現在既然已經有這樣的能力了 其實我們已經把這個開放之後 或是微解封之後 爆發大群聚的風險已經降低很多 即使出現我們也很快就把它們抓出來 其實爆發大規模的社區傳染的風險 並不是像六月中以前那麼大 六月中以前是因為即使是發生了 我們都沒有大規模篩檢清零的能力 那我們現在清零的能力已經大幅提升了 所以要再爆發像 四月底五月初這樣的大規模的社區群聚 在台灣來講是不太容易的 國人討論微解封熱烈 防疫的政治口水戰可是未停歇 前民進黨立委林靖怡昨日痛批台北市長柯文哲 你就繼續怪別人全班陪你寫作業 日前又炮轟他暴力處理北農群聚感染 要求全面施打疫苗 是把疫苗當事後病運藥嗎 對此柯文哲回宣婦長跟醫師想不到其他方式形容 不要理他 我們如果順利在七月十二為寫封 這個作業已經寫得非常好了 不用再說什麼誰陪誰寫作業 柯文哲市長已經算是前段班的有等生了 不要再用那種好像學醫科的人 歧視別人寫作業寫得慢的那種態度 我是覺得完全沒有意義 北農很特殊他是全國的農民批發商進進出出 跟一個小社區又不一樣 不太可能像陳其邁市長在鳳山坑道一棟大樓 就把所有的人都送去防疫旅館 比如說陳時中敢把北農所有的攤商都送到那個防疫旅館 然後PCR這樣子嗎 沒辦法 所以他採取的方式是一個動態 他稱之為關門打狗的方式 那像林醫師這樣的專科的醫師 他就說這個很像在打 事後避孕樣 在吃事後避孕樣 就是事先不帶燙 然後擔心懷孕 然後才吃這個事後避孕樣 如果說要這樣子比喻的話 我就說那為什麼不想想看 當初這個保險號是誰把它弄破 弄一個3加11的破口是哪裡來的 因為這一波的疫情 如果沒有諾富特 沒有華航機師的那個3加11的破口 就不會有後面的這一連串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現在在罵人家是在吃事後避孕樣的人 你不妨先想想看 到底是誰把保險套 台灣的防疫保險套 弄破一個3加11的破口 那甚至居家檢疫也是一樣 那個就等於沒有帶保險套了 出事了再趕快送醫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是不太建議用這種 性行為相關的避孕 還是回到防疫的專業上 如果沒有精準疫調的話 疫情怎麼可能剩下現在這樣子 其實已經幾乎就是我們所謂的零星的小群聚 因為對傳染病 有一點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沒有做精準的疫調 那基本上就是像很多的西方國家一樣 那個一爆發一天的確診數都是上千人 我們現在不要說上千人 我們現在連50個都沒有超過 而且在一些比較大的像批發市場那個 很多媒體爆出來的部分 是指累積的確診 那如果是算新發生的確診的話 基本上在國際的標準裡面 那都算是零星的群聚 所以如果沒有精準疫調的話 是不可能做 為什麼?因為我們的疫苗覆蓋率 這麼低啊 到目前為止完成兩劑接種的 可能還不到2% 如果沒有精準疫調的話 那台灣到底是怎麼把疫情控制下來 所以這不可能 像在去年其實包括我在內的非常多的醫師 也覺得至少要擴大廣篩 甚至必要時候做補篩 或然至少也要入境的人補篩 就是入境每一個人 都來跟他做定讀的PCR 那那個時候他們就說 會有一大堆的偽陽性 那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最近因為Delta的疫情 潘孟安縣長不是在這個屏東 就驗了一萬多個PCR 可是他們的偽陽性都沒有出現 他說驗了一萬多個沒有半個陽性 如果按照他們當時的說法 會有5%的陽性 那驗一萬多個應該會有 五六百個偽陽性 可是一個偽陽性都沒有出現 這個就是違反醫學的專業 只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 去抹黑提出科學證據的人 那我們這一次為什麼疫情拖了這麼久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鼓塞的能力 想想看當時為什麼雙北要先用快塞 因為我們的PCR量能一直到六月中才補上來 那在那之前難道放任這些確診的民眾 就在社區裡面繼續傳播嗎 所以當然只好用檢測準確性比較差的快塞先來做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那當時我們想想看 如果3加11的那個破口 那個執行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同時也執行的所謂的路徑補塞 包括基石如果他路徑也是做補塞的話 甚至有可能諾富特就不會出現 那諾富特不出現 當然就不會有萬華板橋綜合 也不會有這一次的疫情 那如果是當時 比如說5月中 疫情最嚴重 大家開始在要求做路徑補塞的時候 政府就立刻執行了 那麼屏東的那一隊 從秘魯回來的祖孫 他們是6月6號才入境 那如果6月6號之前 我們就實施路徑補塞 跟集中檢疫的話 是不是屏東的NL團疫情也不會出現